一口气看完,唐朝灵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结局 灵烟阁二十四功臣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 而命延立本在灵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 第一名赵国公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自幼就与李世民交好 其妹也是李世民的皇后曾参与策划了玄武门之变 帮助李世民夺取地位 此后长孙无忌担任宰相三十多年 对大唐皇室忠心耿耿尽致尽力 唐高宗时长孙无忌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 最后被武则天的宠臣许敬宗诬陷流放而死 第二名和监王李孝宫 李孝宫是唐高祖李渊的唐旨 李渊称帝后李孝宫负责精略巴蜀 并攻占了三十余周 玄武门之变时李孝宫保持中立 因此不得唐太宗的宠心 此后逐渐退出权力核心 最终在五十岁时暴病而亡 第三名来国公杜如慧 杜如慧是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 以及开创贞贯之志的主要谋臣 李世民即位后 杜如慧和房玄陵同心俯正 而房玄陵多谋 杜如慧善断 因此并称为房谋杜段 传为美坛 杜如慧在四十六岁时并重去世 李世民为此大哭不止 三天不能处理朝政 第四名 郑国公魏征 魏征起初是太子李建成的进臣 玄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看重魏征的才能 将其赦免 此后魏征多次直言觐见 辅佐李世民共创贞贯之志 魏征在六十四岁时并逝后 李世民亲临桑林 痛哭流涕 并为其 费朝五日 第五名 梁国公房玄陵 房玄陵在玄武门之变中 与都如慧 长孙无忌 玉池静德 侯君及五人 并攻第一 李世民称赞他有 筹谋帷幄 定设计之功 房玄陵在七十岁时并逝 李世民为之费朝三日 第六名 申国公高世连 高世连是李世民皇后的舅父 曾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即位后 高世连因善于 鉴别人才 他为朝廷举荐了 诸多贤臣 最终在七十二岁时 寿终正寝 第七名 俄国公玉池静德 玉池静德参与了 李世民的历次 重要战役 还是玄武门之变的 主要角色 他亲手杀死 齐王李渊齐 又率兵威逼李渊下旨 立李世民为太子 玉池静德晚年 闭门不出 炼制丹药自拂 最终在七十四岁时去世 后世他与秦琼义气 成为受人尊崇的门神 第八名 魏国公李静 李静是唯一一位 可以和李世民 媲美军功的人 他平王世充 灭消息 唐太宗即位后 又一举灭王东突厥 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 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静在晚年多病 不遇正事 最终以七十九岁高龄去世 此外 在四大名著西游记中 李静被称为托塔李天王 在封神演义中 陈唐关总兵也是李静 第九名 宋国公萧宇 萧宇是隋阳帝皇后 萧氏的弟弟 李渊兵入长安后 归降唐朝 唐太宗即位后 萧宇因性格高傲 六次败相 六次罢相 最后被唐太宗 贬出京城 后在姐姐萧皇后去世后 萧宇内心深受打击 染病而死 终年七十四岁 第十名 包国公段志玄 段志玄曾拒绝太子李建成的拉拢引诱 并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拥戴李世民即位 后在四十五岁时病逝 第十一名 魁国公刘弘基 刘弘基在随李世民 讨薛举 败送金刚 平留黑榻中 屡立战功 李世民即位后 刘弘基因一安王李孝常 造反牵连 被免官除名 后被重新启用 在六十九岁时病逝 第十二名 蒋国公屈突通 屈突通参与了唐朝历次重大战役 尤其灭亡世冲 被评为战功第一 后随李世民发动 玄武门政变 最终以 七十二岁高龄病逝 第十三名 薰国公殷开山 殷开山在随李世民 平薛人稿 灭亡世冲中 战功捉住 后在征伐 刘黑榻的路上病逝 是灵燕阁公臣中 最先去世的一个 此外 在四大名著 西游记中 殷开山是唐僧的外公 第十四名 乔国公柴绍 柴绍是李渊的女婿 自李渊太元起兵后 柴绍参与了唐军历次重要战役 唐太宗即位后 柴绍又作为主将 消灭最后一位反王 梁师都 最终在五十一岁时病逝 第十五名 批国公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是长孙无忌的唐叔 曾参与选武门之变 李世民即位后 长孙顺德因牵连 李孝常谋反 其官职被李世民取消 后又启认为 则周四世 最终足于认赏 第十六名 云国公张亮 张亮在玄武门之变前 奉李世民之命 到洛阳广捷当地豪杰 以待识变 但却被齐王李渊吉得知 虽向唐高祖李渊告发 张亮图谋不轨 李渊派人拷问张亮 但张亮谨守秘密 一直没把李世民招供出来 最终得以释放 李世民即位后 张亮被人告发 私养一子五百人 蓄意谋反 最后被李世民处死 第十七名 陈国公侯君吉 侯君吉少年时 便追随李世民 征战四方 并参与策划了 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即位后 太子李成前担心自己被废 便联合侯君吉 谋反杀李世民 但事情泄露 侯君吉被李世民处死 第十八名 唐国公张公瑾 张公瑾在玄武门之变 太子李建成被杀后 其党与进攻玄武门 欲为李建成报仇时 张公瑾独自关闭大门拒之 最终将与党击溃 三十九岁时英年早逝 第十九名 卢国公程咬金 程咬金随李世民 参与了唐朝的历次重要战役 他每战长长 举其先登 并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驾崩后 程咬金又护卫太子李治 回朝继位 最终以七十七岁高龄去世 第二十名 永兴公于世南 于世南历世臣 随唐三代 归顺唐朝后 他多次规劝唐太宗 要勤于政治论政立弊 因其善于书法 顾与欧阳寻 楚岁良 薛继合称 出唐四大家 最终在八十一岁时 寿终正寝 第二十一名 行国公刘正慧 刘正慧是李渊太元起兵的 首义功臣唐朝建立后 他奉命留守太元 经营后方 深得唐太宗信任 第二十二名 举国公唐俭 唐俭参与了李渊太元起兵 唐太宗即位后 唐俭奉命说强突军 并配合李靖 秦或杰力可汗 最终以七十八岁高龄去世 其后世子孙唐伯虎 是明朝江南四大才子 第二十三名 英国公李继 李继原名徐世纪 李渊次其姓李 自冒功 他随李世民 平王势冲 灭斗建德 伐流黑榻 战功捉住 唐太宗即位后 用率军灭亡东吐绝 平定学严陀 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 后在灭亡高沟离后病逝 享年七十六岁 第二十四名 胡国公秦琼 秦琼以明蒙彪汗著称 最初是隋朝来护儿的副将 归顺唐朝后 参加了李世民的历次征战 他每战必先 长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 但在晚年 秦琼因作战负伤太多 疾病缠身去世 后世将他与御迟靖德 作为传统门神